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成为了诸侯国 拥有了分封的疆土 而随着秦势力的不断壮大 秦国的领土范围也不断扩张 秦人曾多次迁都 其中以雍城最为重要 秦国以雍城为都达294年之久 共有19位秦国国君在这里执政 纵观秦雍城的城市布局 纵四横四 左足右舍 方正而规矩 是古代城市规划理想的一个绝佳体现 整座城市的布局结构中 宫殿与宗庙分居中轴线两侧 可以说共同处于中心地位 分庭抗礼 这语自秦汉以来 以宫殿为中心的城市格局 大相径庭 那么宗庙对于秦人而言 为何如此重要 宗庙以及与之相应的神灵思想 还会以怎样的形态 映在城市与宫殿遗迹之中呢 百下讲坛 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复教授 为您揭秦雍城遗址 敬请关注 消失的宫殿第三部第三集 秦宫庙堂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翻开雍城的资料 您就会发现许多考古痕迹 比如说著名的姚家港宫殿区 马家庄宫殿区 我们说这个马家庄宫殿区 就特别值得说 它的面积啊 就今天留下的痕迹来看 都在六七千平米 那学者们推论 应当说当时的规模 在一万平米以上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规模很大 而在这里 人们发现了许多祭祀坑 这个祭祀坑 多达一百八十一个 其中有牛坑 羊坑 人坑 还有空坑 这个空坑指的是 还没使用就被掩埋了 所以这样的规模 是很不可思议的 这个建筑 它的性质 也能由此推论 这里我们能看出来 许多祭祀坑排列的 非常的整齐 有的是没有头的牺牲 有的是整个牺牲 还有被切割的牺牲 而且这个牺牲两个三个排成排 那专家就此来推论 这个建筑 应当就是宗庙 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祭祀坑 那秦人是相当重视宗庙的 宗庙为整个城邦 乃至为秦国来服务 那我们说 为什么那个时代 这么重视宗庙呢 其实这和当时的思想文化 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 有一句著名的话 这句话叫 国之大事 再似于荣 这句话呀 出自左传成功十三年 他讲了这么样的一件事情 当时啊 这个晋国和秦国之间的关系 是很微妙的 有一个成语叫秦晋之好 秦晋之间联姻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政治婚姻背后 又有许多矛盾 秦国为什么要和晋国联姻 是因为晋国比较强大 而秦国地处西锤 他的文化 他的实力都不如晋国 所以这里啊 他出于自己的霸业 出于政治的目的 才要和晋国联姻 那么这个联姻呀 有的时候就是破裂的 比如说呀 咱们知道当时 公元前578年 这个晋和秦之间 就打过一场仗 史称叫麻岁之战 当时秦国的君主 就是秦桓公 他想恢复秦木公的霸业 于是就向强大的晋国挑战 晋国国君很聪明 朝见周王 有了周王的许可 那就有了上方宝剑 而且周王派了众臣 去帮助晋国打仗 其中有两个人 一个叫成肃公 一个叫刘汤公 这都是周王氏的氢氏 他们的地位很高 打这场仗之前 刘汤公就发现不妙 怎么呢 就是这个成肃公啊 在祭祀神灵的时候 不恭敬 走行事 孔老夫子就强调 在祭祀过程之中 一定得摘装中正 有一颗虔诚的心 如果你不想祭祀 那你就别祭 不要假惺惺地对待神灵 可是这个成肃公不是这样 怠慢神灵 刘汤公就讲了一套话 这套话收在左传之中 他就讲了 人活在天地之中啊 许多事是命中注定的 比如你生下来 你的资质 秉赋 生下来你的性别 家境 人改不了 这叫什么 故人称之为命 改不了的事就叫做命 故人能够乐天之命 头上三尺有神明 冥冥中的规律不可违背 所以啊 人们为了推行这样的规律 就制定了礼义和威仪 我们今天叫做规矩 这种规矩 你照章行事 就能够有福祉降临 如果违背规矩 那可能就是灾祸 所以这里他就警告 那个不庄重的成肃公 你这种做法恐怕是自取其货 他说国之大事 再次于荣 四有执凡 荣有受镇 神之大劫也 说这个祭祀啊 是跟神灵打交道的事 国之大事就有两件 一个是祭祀 一个是打仗 而这个城邦 它的安危和这两件事 密切相关 如果不打仗 整个城邦 甭管是贵族还是平民 都有可能成为人家的奴隶啊 那么另外一件事 就是祭祀 这个祭祀很有作用 它保佑着整个城邦 而且在战前能够团结人心 于是就有这样的做法 执凡 就是祭神的时候一定得用祭肉 他在打仗之前还要受镇 也就是说打仗之前分割祭肉 给不足成员 这样的话 人们才可能为你效命 那这样的行为 都是和神打交道的重要环节 你如果违背的话 恐怕不好吧 这个话说的就很严重了 果不其然 这个城塑公最后没有善终 所以古人很信这一套啊 他认为打仗之前 如果亵渎神灵 那是不吉利的事 国之大事 再似羽融 祭祀与战争 是古人眼中的两箭头等大事 他与城邦的稳定 富强 密切相关 古人认为 只有在祭祀仪式中 做到虔诚装敬 恪守礼仪 才能得到神灵的护友 否则 江昭只难以想象的灾祸 那么在古人眼中 他们所崇敬的神灵 究竟是谁 陈列于博物馆中的 国宝及文物 商代的后母物顶 与周代的天王鬼 又会为我们提供 哪些历史线索呢 我们看啊 中国古代文化之中 就有很多敬天法祖的因素 敬天指的是敬世天地 天神 法祖指的是供奉祖先 是祖先神 其实啊 我们说商祖和周祖 在这个问题上 还有很大的分歧 今天我们得到的商周史知识 以及出土文物的信息告诉我们 就是商朝人 他更信的是什么神呢 其实是祖先神 在商朝人的思维里头 有三路神 第一路就是上帝 他不提天 他是上帝 第二路是祖先神 第三路是自然神灵 人在早年都会崇拜 许多自然神灵 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吗 而这三路神灵之中 祖先神众中之中 非常关键 我们知道啊 甲骨文之中 就有许多祖先神的记载 而且当时人们用大量的人生和人训 祭祀祖先神 所谓人生啊 就是拿活人当作牺牲 而这人训 是和死去的贵族一起训葬 许多层面是对祖先神做的 可见祖先神 在商人眼中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 有一件国宝籍文物 叫厚姆屋顶 这件重要的青铜器 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青铜器厚姆屋顶特别的大 今天看有八百多公斤 这么大的鼎是世界之最 它要干嘛用的呢 其实它气壁上的名文 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名文就三个字 私母物或者读成后母物 都能读得通 如果说私母物 私就读成祭祀的四 这个商王的母亲名字叫做物 私母物就是祭祀 伤亡死去的母亲 这么样一件青铜器 如果说后母物的话 后就是王的意思 王的母亲就是物 那也是祭祀伤亡母亲的重器 可见人们对祖先神崇拜 达到了什么地步 商朝人太重视祖先神了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和当时的国家结构 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当时商王朝是建立在许多 血缘部落基础之上 周朝人讲过一句话 叫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不是我这族属的 他跟我的思想认同就不是一个 所以商朝人就要以祖先神 强化血缘集团内部的秩序 这一套东西虽然是虚妄的 但是是和人间的思想 人间的政治密切相关 可是随着历史的更迭 到了周人这就改弦更章了 周人很神奇 他把商人不重视的那个天 那个地给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 就是商朝后期有一个商王 叫做吴蚁 这个吴蚁干了一件事 射天 据说拿一个格囊里面盛上雪 叫做天 这个天我去射它 今天看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但是古人还这么做 那就说明有思想层面的因素在 事实上我们说这个天 很可能是周人很重视的神 他把天射掉 有可能是在诅咒周人 而无独有偶 据司马迁记载 就这个吴蚁在和位之间震死 和位之间被大雷给劈死了 我们说这和位是谁的地盘 那不是周人的地盘吗 可能表现了商族周族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候啊 历史改弦更张 周人拥有天下 周人为什么能够从罪而小邦 拥有天下呢 于是周朝统治者方方面面地寻求答案 我们说周人啊 没有商人那么自信 他没有因为客商的成功 而冲昏头脑 反而陷入深刻的恐惧之中 这时候 他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有一件重要的青铜器 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件青铜器 就是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国宝 天王鬼 天王鬼啊 名文有一半是漫幻不清的 但是 有的文字非常清楚 专家学者认为 这就是武王客商之后一件重器 天王鬼有一段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批贤考文王 批是伟大的意思 显 显赫 考指的是死去的父亲 这个周武王称自己的父亲文王 批贤考 他说我伟大的父亲文王 在天之灵啊 这时候周文王已经死了 侍奉上帝 要讨他的欢喜 所以文王得到上帝的许可 监视着人间 这句话太重要了 祖先神之上 周人加了一个上帝 这个上帝和天和义 周人称之为皇天上帝 很关键的历史信息啊 诗经大雅文王 说文王至降 在地左右 这个至是什么意思 至是爬山的意思 降那就是下降了 文王至降 也就是上天入地 干嘛 在地左右 他要侍奉天地 在地左右 所以在周人的思想深处啊 这里头 皇天上帝根深蒂固 皇天上帝支配着祖先神 祖先神才能给人间降下福祉 他就要求人间的帝王贵族 一定要敬德保民 克勤克俭 那么上天听谁的 上天听老百姓的 周人说 民为邦本 本故邦宁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 这样的思想 我们称之为民本思想 这样的话 诸朝人在思想上就非常强大 他拥有了天 拥有了皇天上帝啊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典故 就是文王寿命 许多书都记得这个故事 文王寿命到底是什么事啊 其实今天公布的清华简之中 有一篇文字叫成物 它的时间段就是战国中期 这个书啊 是古代已经王毅了的书 在今天咱们见到的战国简之中还有 他讲了一个故事 说当时啊 周文王的夫人叫太四 太四夫人做了一个怪梦 梦见啊 商王的庭院之中 长满了几树 荆棘的几 然后自己的儿子 就是发 也就是日后的周五王 这个太子发呀 就把种子种到了商庭 没想到瞬间长出松柏玉座四种树 这个梦啊 让太四惊醒了 太四很恐惧 这个时候 他就找来巫师进行占卜 一系列巫师占卜的结果 报告周文王 报告太四 这不是什么凶梦 这是急梦 这就预示着周朝要替代商朝 清华检成务之中 就有这么一句记载 王及太子发并拜急梦 当时王就是周文王 太子发就是后来的周五王 跪倒在地啊 接受这个急梦 进而他声称 受伤命于皇上帝 也就是说 从皇天上帝这儿 接受了天命 这天命不在商 而在周 我们看 在商族周族的博弈过程之中 周人就有更为厚重的筹码 而这些因素啊 其实我们说呀 被秦人都习得了 秦人雍城宫殿区的布局 充分体现出了秦人 对祭祭的高度重视 以及他们雄心勃勃 开疆阔土的强烈期盼 秦人这种敬天法祖的思想 与周文化一脉相承 在商人的文化思想里 他们以祖先神为尊 重视血缘 而周人则将皇天上帝的理念 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秦人在建立封地之后 不断吸收周朝文化的精华 小道青铜器具的使用之道 大道祭祀仪式 宫殿布局 秦人对西周的政治制度 文化传统和生产技术 进行了全面学习 那么秦人究竟是如何 以周文化为依托 建立自己的文化理念 从而巩固政权的 秦人地处西垂 他是周朝朝廷 在两周之交分封的诸侯 我们曾经讲过 就是当时这个周朝 在两周之交闹了大乱 秦国国君秦相公 以及晋国正国这些大国 福保着平王东迁 所以这个秦相公被封为诸侯 这件事情就相当之关键 当时这个周天子周平王 就跟秦相公说了 你拥有西土 原先我们的土地都给你 前提是你得把蛮夷戎笼给打跑 我们看肯定秦人就拥有了 相当的周文化因素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秦人也接受了 敬天保民的思路 我们说呀 有一件重要的青铜器 也在国家博物馆 叫做秦宫轨 这件青铜器 有非常重要的名文 它这么讲 这一段的意思 他就说的是 我们秦国的先祖 非常不得了啊 接受了天命 在大雨治水的地盘上 恭恭敬敬地建立了我们的国 而这个时候秦国先祖不敢懈怠 他就成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 经历了十二代君主 这里他说呀 说秦国的先祖 恭恭敬敬地对待天命 保有国土 敬世神灵 使得秦朝国座延续 认认真真地对待蛮夷和华夏 这时候就希望 让子孙后代继续如此 才能使江山永固 是这么样一件青铜器 这里呀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秦国讲自己受天命 关键是 当时诸侯能受天命吗 当时受天命的 应当只有周王 其他诸侯按典章制度 只能祭祀 他境内的明山大臣 他没有能力祭天 没这个资格 否则就是僭越 那这个秦国是不是僭越呢 我们看应当说是的 当时秦国不仅说留下了秦宫轨 而且还有著名的智记 这可能是高耸的大石头 可能是高耸的土台 立在这里 祭祀皇天上帝 据史记封善书记载呀 雍城就有雍四制 就在雍城周围 秦国公然地祭祀皇天上帝 而且好像皇天上帝还有多个 这跟华夏就有很大不同 但甭管怎么样 他是在祭祀皇天上帝 那就说明 虽然秦他是作为周王朝西边的诸侯存在的 但是他和齐鲁等大国不一样 人家是华夏大宗 但是他毕竟地处蛮夷 在文化上 制度上和周王室都有一定的离心倾向 我们看当时秦国宗庙的情况基本如此 我们说 敬天保民 是咱们上古时期 中华文化思想之中的重要构成 而在秦国人这里 尤其是在秦国宫廷这儿 就有一定的体现 溃一而健全吧 秦国宗庙啊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特色 西周时期 往往宗庙和朝寝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祭祀区和统治者的宫殿区 应当是合一的 我们有一件非常重要的青铜器 就是小鱼顶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小鱼顶和大鱼顶是姊妹片 清朝就已经出土了 这个大鱼顶现在在国家博物馆 小鱼顶已经王毅了 但是庆幸的是小鱼顶的名文流传了下来 这个小鱼顶名文残损不清 可是许多信息也能捕捉 小鱼顶和大鱼顶的作弃者都是鱼 这个鱼活在周康王的时间段 中国历史上西周王朝有一段盛事 叫承康之治 说当时周有承康 汉有文景 都是著名的盛事 周康王是有道明君的 这个鱼就是周康王的执政轻士 地位相当之高 这个鱼干了一件事 就是打击反叛的蛮夷戎敌 这个集团叫做鬼方 是当时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 这时候鱼打了大圣仗 把这个鬼方一堆人俘虏了 结果到宗庙之中献服 小鱼顶就写了这个凯旋的仪式 这个信息就非常关键了 它大体流露了两方面信息 一方面写的是天蒙蒙亮的时候 这个大臣鱼就把这些俘虏 给拉到周朝的宗庙之中 在宗庙之中献服 而且审讯之后 周王下令把三个首领砍杀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信息 而在之后 宗庙之中又进行了辽祭 辽祭指的就是 把这个松柏的枝条 以及牺牲的肉放在一起 进行焚烧 这个气味就能让皇天上帝所满足 讨好神灵 一高兴就下降福祉 但是另外一方面信息说明 这个宗庙就是公庭 因为这个鱼出入了三晋院落 而这三晋院落 基本上符合周朝的五门三朝制度 也就是说他进入的是宫廷 并且在天大亮的时候 明文中叫大彩 在这个时候 进行文武群臣的燕吟 燕吟应当说是在宫廷之中进行 我们说要从天蒙蒙亮到天大亮 也就两个多小时吧 这个时间段 如果说一系列礼仪活动 在不同的建筑中发生 应当是不可想象的 距离太远 那最好的解说 就是这个宗庙和王者的朝秦 是一回事 经文里头 这个庙和宫 基本上是一回事 既能指供奉神灵的所在 也能指统治者的居住区生活区 这个说法是非常中肯的 尤其是在上古时期 夏商西州时代 乃至到春秋时代 在宫廷建筑之中 宗庙往往都是中心 比如说今天咱们考古工作者 发掘了鲁国的屈腹故城 发现鲁国屈腹故城之中 这个周公庙 宗庙 就是屈腹故城的中心 也发掘了临滋故城 而临滋故城中的环宫台 就是中心 这都是以宗庙为中心的 随着王朝耕底 西州时期 以宗庙为中心的城市结构 不能再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城市的布局 悄然发生变化 而秦腰城 开创了一种新型的 城市布局结构 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转折点 在此之后 宫殿成为了城市的中心 那么作为如此重要而又特殊的 秦庸城城市 究竟有着怎样富有智慧的布局 请继续收看 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傅教授 为您讲述 消失的宫殿第三部第三集 秦宫庙堂 而历史到了秦汉时代 宗庙已经被边缘化 当时就是以君主的宫殿 朝秦为中心 从宗庙到朝秦中心的过渡 我们说雍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里我们看雍城遗址 那个布局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一开头就介绍过 马家庄遗址一号建筑 这个一号建筑很典型是个宗庙 因为有大量的祭祀坑 在这个庞大的建筑的西边 大体五百米的位置 就是马家庄三号建筑机制 就是当时秦穆宫 或者其他君主的宫殿 这个两者之间就是中轴线 它分居于中轴线的两侧 可见这个宗庙已经和宫殿分庭抗礼了 它既是城邦的守护 也是城市布局中的重要构成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论 像雍城遗址这样重要的考古发现 恰恰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中心环节 我们在仔细解剖这个马家庄一号机制 也就是这个宗庙 它大体的结构是成品字形的 有五个部分 一个是北边的祖庙 一个是东边的宗庙 咱们称之为昭庙 一个是西边的宗庙 称之为木庙 然后还有中庭 也就是中间的那个天井 再往南边就是门属 进门的地方 基本上是这五个部分组成 其中刚才说的这三个庙 一个祖庙 一个昭庙 一个木庙 这三个建筑成品字 那有朋友就问 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状茂呢 其实我们说 这又和当时的制度 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宗庙以及灵秦 都有一种制度 叫做招募制度 这个招募制度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如果您要是对清宫戏熟 清东陵清西陵就不会陌生 清朝皇帝死了 不都埋在一起 有清东陵 在河北尊化 有清西陵 在河北溢县 而且在关外还有灵秦 不都埋在一起 一东一西 这是什么缘故呢 那我们如果翻点笛的话 就能找到一些思路 这个招募制度啊 不仅是当时宗庙灵秦的安排 其实有的时候 活人祭祖也是如此 这里《红楼梦》第五十三回 就有这样的描写 这是当时贾家在祭祖 他说只见贾府人 分招募排班立定 凡从文旁之明者 贾境为首 咱们看贾境也罢 贾政也罢 都是从凡文的 然后夏则从御者 贾真为首 这个贾真王字边 他其实是御字边 在下从草头者 贾荣为首 这是草字头 左朝右暮 南东女夕 贾府祭祖都是如此 这个格局啊 其实能上诉到周朝 在左传西宫二十四年之中 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当时的周王是周湘王 周湘王跟郑国闹掰了 他想用北方的敌国 就是蛮夷戎的势力 打这个郑国 可是这个郑国的祖先 能上诉到周宣王啊 这等于是周王的同性 是你们本家 你居然用蛮夷戎 来打你本家 那还得了 于是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这个人叫做傅臣 这是一个有谋略的人 也是忠臣 傅臣就说你不能这么做呀 当年周公弹啊 就赶伤于自己的弟弟 管书菜书 勾结商周王的儿子武庚 作乱 闹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三奸之乱 所以周公弹痛定思痛 怎么能让周朝的设计 长治久安呢 他发明了一个法子 就是分封天下 分封的主要的人选 是周人的同性啊 所以你周王氏的基业 就是建立在同性封国的基础上 而你今天要调动 蛮夷戎戎的势力 去打你的同性 你岂不就是取乱吗 这是断断不可的 但是这时候周襄王 压根不听傅臣的建议 最后闹得众叛亲礼 在周人分封的国度之中 也遵循着招募制度 这个招募制度 为什么要这么区分呢 其实探索起来啊 我们就得借助 人类学的一些资料 美国近代 有一个著名的学者 叫摩尔根 文化人类学家 他就摸索了一条规律 就是土著部落 这个婚姻制度 往往是要族外婚 避免族内婚 咱们知道族内结婚 近亲结婚害死人 古人他也懂得呀 所以他在天然的角度 就产生了优生学的考虑 不能近亲结婚 要族外婚 如何回避这个族内结婚呢 古人就意识到一点 就是这个父亲和儿子的母家 不应该是一个 久而久之 周朝人形成了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叫男女变性 又是一个故事 记载在左传相公二十五年之中 当时齐国呀 有一个权臣叫做崔武子 又叫崔柱 崔武子有一个家臣呢 叫做东郭炎 东郭炎有一个姐姐 叫东郭江 后来东郭江嫁给了一个贵族 叫做唐公 所以这个东郭江又叫唐江 左传一个人有不同的名字 结果呀 这个唐公死了 这东郭江就守满了 当时东郭炎驾车 拉着这个崔柱 到唐江那里去吊丧 没想到这个崔柱一眼就看上了 这东郭江 你长得太美了 我就想把你娶回家 没想到他弟弟东郭炎说不行 为什么呢 他讲男女变性 金君出自定 臣出自还 不可 说按照咱们周王朝的制度啊 男女应该分辨他的性族 同性是不能结婚的 我们这个东郭市 能够上诉到桓宫 也就是齐桓宫 是齐桓宫的后人 您崔武子的 能上诉到丁宫 是齐丁宫履籍的后人 等于咱们都是江姓 这怎么能结婚呢 结婚是很不吉利的 但是这个崔武子不轻 果然酿成大祸 所以在古人眼中啊 这个同性结婚 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那就要通过一系列制度 手段来避免它 其实这也是古人的智慧呀 好 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